謝謝主席 主席有請林部長跟林務局飲副局長 林務局飲副局長 邱恩好 部長 有關有一些國際的賽事 國外的一些球隊球員 要來台灣做訓練也好 比賽也好 體育外交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特別有些是足球運動或者棒球運動 來台灣進行比賽 參加國際賽事這些國家 也許不是我們免簽的國家 需要簽證 有時候他們比賽的計畫會非常緊湊 大概幾天之內 或者一個禮拜決定要來 比方說有北韓的 有柬埔寨的 所以他們要來台灣參加足球比賽 或其他國際賽事的時候 簽證取得非常困難 因為簽證取得困難 就造成他們比賽這個興趣意願就不高 成本也提高很多 所以會造成說這個國際 跟我們跟國際球隊交流的這個機會 就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每次都要我們來協調協商 是不是有一個機制來通案檢討這些問題 比方說他團進團出 用落地簽的方式 你如果以柬埔寨來說 柬埔寨我們沒有社管 他要申請簽證到泰國去 那這個還要派一個專人去送箭 還要審核曠日費時 他能不能就是有一個單一的窗口 或者簡化程序 讓這些在國際上的球隊 能夠在台灣來 以落地簽證的方式入境 讓這個比賽能夠順利進行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基本上我們是歡迎 所有的運動選手 能夠到台灣來參加比賽 因為您提到落地簽證的部分 其實所謂落地簽證 它事先還是要做一個安排 它要正式通知我們 那我們要通知航空公司 要不然它登機會有困難 所以這個部分也就是說 不管是一個禮拜也好 10天也好 甚至於5天也好 它還是要事先通告我們 讓我們知道有這樣一個情況 對 那個部分我是希望 就按照您所說的 事先有個申請 或者通知外交部 外管 我們要去用落地簽證方式來入境 但是這方式通常是不可行 如果是比較緊 通常都是要求他們到外管 先申請簽證 然後再集體入境 應該是可以安排的 我想因為好幾次都我來協調 都我在協調 這個部分不要每次個案來做一些檢討 我覺得有一個通案處理模式 比方說邀請的單位是體育署也好 或者是單向的賽事協會 比方說中央民國足球協會 它可以作為一個邀請者 作為一個保證 而且它是團進團出 比賽完之後他們就走了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是不是在相關的流程做一個檢討 能夠有一個檢討的報告 看看未來針對 必須要有簽證入境的國家的球隊或球員 能不能在落地簽證方面給予一個比較標準的作為程序 不過我還是跟委員報告 那落地簽證當然是一個方式 就只要透過適當的安排我們是可以同意的 但如果說在當地假如說申辦簽證容易的話 其實我們也是鼓勵他辦 為什麼你落地簽證 他到了之後他還是要排隊 像北韓的部分當然我們基本上可以做這樣的安排 柬埔賽也都是嘛 對 沒錯 如果說柬埔賽舉個例來講 其實跟胡志明是很近 其實我們來來回回很多人 如果時間上通常很緊湊 他才沒有落地簽 沒錯 如果落地簽 我們基本上是可以安排 這也是一個對他們的禮遇 對 沒錯 然後如果他們來對我們的足球 或者其他的我們國家隊 他的這個成績或各方面的表現 也會因此而更進步 是 而且透過體育交流 我覺得他的這個 我們基本上是支持的 我們也願意來做這方面的考慮 所以體育外交這部分需要領務局 在清晨上面給你簡化 好的 另外請教一下那個部長 今年有沒有社管或社處的這個計劃 或者想法或者規劃 當然我們有在做一些規劃 就是說對我們整個工作有所幫助 這個處跟管不能亂開 一定要有它的必要性跟緊迫性 對 那對我們來說當然你要 神經大使館當然有它的難度 一定要建立新的邦交關係 那如果站在經貿的角度來衡量 比方說最近很多台商 從中國撤資之後到東南亞去投資 對不對 櫻埔寨也有很多 敏烈也有很多 那這些投資的台商需要外館做一些的協助 或者跟當地國政府做一些的磋商 所以在當地社管有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必要性 特別是東南亞國協這些國家 我覺得是未來我們這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點 是 那剛剛跟大國的關係都有它的穩定性 都有它的強襲性跟一致性 那我覺得可以去努力 可以去加強就是跟這個東南亞國協 這主要的關係 這個確實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所以櫻埔寨台了那麼久 緬甸台了那麼久 我們當然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去設處 當然你這個緬甸勞工開放 這個部分當然也可以作為一個籌碼 我們可以用的這個外交工具很多 用我們的外交工具 用我們的經貿實力去爭取 當立國同意讓我們設處 所以緬甸跟節目在有那麼多台商 但是卻沒有辦法得到政府這個馬上的協助 立即性的協助 我覺得是有點可惜的 這個我們會來做進一步的努力 從經貿的角度來看 當然我們現在在緬甸 還有在遼國西方有台貿的東西 有沒有一個資深表 大概這兩個處 時程很難 這是我們要努力 因為主要是牽涉到雙邊的政府 雙方政府需要同意 不知道有沒有努力 但是我怕努力不夠不夠積極的 因為這個案子要談兩三年 對 現在我知道 因為時機還不夠成熟 不過我願意另外找時間跟委員說明 會找時間跟委員再報告一下 我們是也有一些進展 也有一些進展 那除了在東南亞國協 還有沒有其他在其他州有社管社處的計畫 還是你認為這個是牽涉到機密 或者 那目前我們也在規劃了 這個我們希望是有一些進展 當然在美國的部分 主要我們就是把在Kansas的辦事處 把它牽到Denver 因為主要考慮到Denver是一個 那個區域的一個中心 設處社管委員他的政治意涵 對 但是他經貿上的這個實際的利益 才是我們考量的 確實 這是我們一個重要的考慮 我覺得應該跟經濟部 跟國貿局 多協商多討論 哪些是需要 我想有一些目標 我們會來推動的 有 那另外這個 您的報告裡面提到梵蒂岡的問題 梵蒂岡73年來 外交關係很穩定 那我發現一個 一個他們的說法在3月10號 他們說希望近期之內 跟中國成立這個正式的這個邦交關係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陳述 那他們陳述代表說 他們有意願跟中國建交 那跟中國建交 那我們立場是如何 那外館掌握的這個資訊是如何 我們根據外館的訊息 根據我們在台灣 我們跟這個教廷駐法代辦之間的這個互動 那我們了解這個現在教廷 當然對於跟中國大陸這些對話 我想事實上是有在進行 那對話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維護 能夠保護在中國大陸 這麼多的教徒 因為非正式的統計 當然已經可能將近兩千萬了 也就這麼多的教徒 當然需要有一些對話 可是這個對話並不表示 這個教廷跟中國大陸之間 他不是說對話 他說要實現 邦交關係 那個部分是沒有的 我覺得是沒有的 因為事實上我去年 我去年跟教廷的國務院院長 這個パラリン書記主教 談得非常的清楚 其實他說他們跟教廷 就教廷跟中國大陸之間 事實上是有對話 那是去年的你們談話嘛 3月10號他們立場 他們說明很清楚 實現中環邦交關係的正常化 那這意味什麼 這意味就是要建交嘛 可是這個不會啦 我跟委員保證了 這個不會 我們在歐洲唯一的邦交 都覺得會發生 如果失去 我覺得這相爭意義非常大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 事實上我們跟教廷 持續的都有在對話 持續的在溝通 我們跟教廷之間的合作 也就是在進行 所以你可以保證說 台灣跟范麗剛的關係 沒有任何生病 我保證 我覺得在我看不太出來 會有任何生病的情況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 還是宗教自由的一個 基本的考慮 會不會哪一天 早上起來看 不會 我想我們對於 我們跟教廷之間 不會 不會有意外 不會有意外 也不會斷交 不會絕對不會 我們跟教廷之間的互動 我覺得還是非常的頻密 我們都了解相關的情形 好 另外這個 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我們大使的任命 是誰決定 大使的任命 一方面是需要 對方國的同意 是由總統來任命 當然是 我們國家你要派一個大使 那是誰派 是誰決定大使人選 這個是由總統來決定 我們外交部會事先跟總統報告 徵循總統的意見 大使通常您覺得在其他國家 大使的產生是由常任的外交官來擔任比較好 還是你要放鬆他的資格 社會選擇 也沒有其實 總統的友人也可以 總統的鄰居也可以 總統以前的同事同學也可以 也不是 我想很多國家的做法都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 就您的認為 你作為一個職業外交官 對 我們來講的話 大使的產生 我們是希望還是盡量的尊重專業 或者有相關的這個背景 所以你的意思很清楚 第一個 大使當然是要有他的專業性 對 他專業一定是要長期培養的 而且他要有他的經驗 你當中一個大使 一定各方面的經驗都非常優秀 那你如果不是一個外交系統出身的人 對外交工作不了解 也沒有相關經驗的累積 那可能啊 他沒有辦法立刻能夠發揮他的職能 我還是建議啊 外交工作是一種專業 是應當是有這個專業的外交官 這也讓部內的這個升遷能夠 能夠順利嘛 對不對 可是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想全世界很多的國家 其實都有相關的政治任務 我當然現在覺得有例外 我覺得主要還是以專業為主 但是這個例外不能太普遍啦 沒錯沒錯 我想我們過去也都是這樣子 原則上 應當是由這個職業外交官 來擔任大使的工作 我覺得這方面還比較深任 那如果是因為這個總統的特別的關係 或總統以前的這個救世部署 我覺得這真的不太適合了 因為他的專業性可能受到質疑嘛 第二個我覺得啊 這個對部內相關同仁升遷 也產生了一定的阻礙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也有很多的情況 其實美國大概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大使 是政治人民 美國的情況是比較特殊嘛 對 可是我們基本上是尊重專業 那有的時候有些地方其實就是 如果說這個大使代表 他是獲得總統的信任 其實這個是基本上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所以我同意你的說法 常態應當是有職業外交官嘛 沒錯 我同意 少數少數這種例外 是的 是 非他不可 對我們 其實認同外交體系找不到適合人 我想我們過去幾十年來 其實大概都是延續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這部分啊 部長你要跟總統建議啊 不然說你這個退役的將官也可以 或者其他人士也可以 這我覺得是不太適合的 基本上是要有相當的資歷跟背景 我想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